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有關於顏色的部分 顏色的部分 第一個叫色扇 這個牛頓大哥做了一個實驗 我們課本上只告訴你說牛頓把白色的光散成七彩的光 事實上牛頓做的是把白光散成七彩光 又把七彩光又合成白光 所以證明白色的光是由七種顏色的色光所組合而成的 經過三菱鏡之後顏色散開 所以這個現象稱之為所謂的色扇 證明了我們平常看到的光是從不同顏色的光所混合而成的 然後呢 那光裡面其實有很多種電磁波 如果讓你的眼睛可以感受得到 我們就稱為可見光 比如說就是平常講的什麼紅橙黃綠藍啊彩虹的顏色 那有一些是我們不能夠感受的叫做非可見光不可見光 我們會跟你提一下紅外線跟紫外線 就是看不見的 所以光無線電磁波有這麼多這麼多種 中間有一小段人的眼睛看得見叫做可見光 其他的看不見叫做不可見光 最靠近紅色叫紅外線 最靠近紫色叫做紫外線 OK我們後面會提一下 那麼 色光會經過三菱鏡會射散 原因就是因為每個的折射情況不一樣 也就是說 不同頻率的光 在相同界值中 它的波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折射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麼彩虹 照片裡的彩虹 還有光速會散開或天空會變藍色 這些都跟色散的東西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 不過我們國中沒有教彩虹 高中的時候再跟你提 就聽到知道這回事就可以了 那你會看到東西的顏色 就是它反射 或者它自己發出來的光 進到你的眼睛 你就看到這個顏色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一張紅色的紙是紅色的 因為它只反射誰呢 只反射紅光 把其他的光都吸收掉 只反射紅光 紅光進你的眼睛 所以你看到就是紅色 有一個綠色的玻璃 看到是綠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只讓綠光通過 把別的光都吸收 別的光都吸收 所以就看它是綠色的 只讓綠光通過 什麼顏色的光 進到你眼睛 你就看到什麼顏色 就這個意思 OK 那如果所有的光都吸收 就是怎麼樣 沒有光就變成 黑色 沒光 所以沒有黑光這個東西 黑色就是什麼 沒有光 沒有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線 進到你的眼睛 就是黑色 那所有的光都進來 就什麼顏色呢 白色 所有的光進來 就是白色的 白色的 OK 好 白色的 好 了解嗎 看到紅色 就是紅色進眼睛 看到白色 就是白色 就是所有的光都進眼睛 我是紅色 因為我吸收其他的光 只反射 紅色 OK 那麼因此 白光在藍紙上 是什麼顏色 白光照在藍紙上 你會看到什麼顏色 這個應該沒有 4號 4號 啥顏色 白色 請坐 白光在藍紙上 藍色紙會吸收 其他的光 只反射 藍色 所以藍光 你看到就什麼顏色 藍色 那藍光照在藍紙上 會什麼顏色呢 很少人問這個笨問題 因為這實在沒什麼好問 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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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光在藍紙上什麼顏色 還是藍色 還是藍色 廢話嘛 但周知有藍嘛 所以當然就是藍色嘛 因為他會反射 因為他會反射藍光嘛 藍紙就是反射藍光嘛 OK 吸收其他光 所以紅光照在藍紙上會呈現什麼顏色 紅色的光 紅色的光照在藍紙上會呈現什麼顏色 我們找15號 沒有15號 6號 比賽 比賽 10號 10號 黑色喔 真的喔 藍色喔 你挑一個好不好 黑還是藍 挑一個 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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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一個 蛤 黑的 你挑黑嗎 你挑藍 很好 你挑錯了 藍色紙 只反射藍光 紅色光進去被吸收 就不要說沒有光 沒有光什麼顏色 黑色 所以是黑色 考試就考這個 就是考試內容 光照在神什麼顏色就考這個 就考這個東西 搞清楚喔 我看到它是紅色 因為它只讓紅光 進到我眼睛 其他光都不見了 OK 就這個意思 好啦 生活現象 入口的紅綠燈 就這個 但這個是舊式的 左手邊舊式的 就是前面是一個壓克力板 後面是一個燈泡 然後呢 發出來之後 通過紅色壓克力 就看到這個紅光 看到黃光 看到黃光 是舊式的 可是現在它們都是 右邊這種 右邊這種 新式的 LED的 LED的 那又是 紅色 紅色 它發到紅光 叫黃色 就不一樣 OK 我們講那個舊式的 有個壓克力透過來 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 舊式的 用來欺騙你 讓他以為他非常的美麗大方 美麗大方 但其實不是的 就是我們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光的現象 OK嗎 OK 很好